不管你处于任何位置,高调做事,低调做的道理不会让你吃亏。 而在娱乐圈,有很多这样反其道而行之的,本有大好虔诚,却被自己亲手断送。 今天讲的这位,27岁英芳是玉一角走红,却为了取比自己小20岁的妻子,高调分手,成为了娱乐圈一大渣男。 他就是,魏俊杰早年的魏俊杰其实算是个非常有前职的演员。 俊郎的外表,不管是在古装剧中威风凛凛,气宇轩昂的扮相,还是现代剧中正装帅气的打扮。 外表分肯定是超过90分的,正规演艺院校的戏剧系毕业。 被师兄黄秋生推荐给了香港无线电视,所以,黄秋生也算得上是魏俊杰演艺生涯的博乐。 这一推荐,成就了之后的方世玉有多少还记得,他饰演的方世玉。 我问身边的朋友,竟然对方世玉一角印象最深的是张卫健饰演的,很多都说对他印象最深的是, 《针纷夺鸟》中的黑帮打扰侯文华,因为演得够坏,够心狠,所以至今印象深刻。 说到这两部剧,方世玉是魏俊杰第一次做主演的电视剧。 而侯文华则是他第一次饰演反派的片子,大家居然还有印象,也说明他的演技还是厉害的。 不然十几年过去,早就无视了不知道有没有观众发现,魏俊杰出演的大多数是古装戏。 现代戏也有,只是屈指可数,而且在古装中的扮相真的是以古一经的,这给他的出演加分不少。 不管是五角方世玉和红七公,还是文角李白,每一次的出演都证明他的演技突飞猛进。 也不管是一阵一邪的周文斌,还是黑帮老大侯文华,尽管每次角色类型不同,魏俊杰都能把物角色刻画得很生动。 以至于后来被很多观众称道,魏俊杰的天王前职很强,这样下去必成大气他是演艺圈最让惊讶的演员,正是事业上升期,给了观众一个大大的叹号。 因此也亲手断送了自己的大好前程。 本在《驼枪师姐》中英戏深情,与剧中女主角藤丽明相爱快十年,就应去重庆拍了一次戏,就是认识女大学张丽华。 那时候张丽华还在上学,并且比魏俊杰小二十岁,半年后,毅然选择跟藤丽明分手,一段快十年的感情,就这样说散就散,让很多的观众惊讶不已,分手也是不到半年,就和张丽华结婚。 这样的速度真的很惊奇时,香港电视台对旗下演艺员有很多的条条框框,所以说,在香港演艺圈一定是比大陆演艺圈难生存的,这点不可否认。 整件事情一出,魏俊杰的事业迅速下滑,从结婚至今,几乎无作品,也曾经被爆吃老本,并且不仅毁了事业,婚姻也出现问题。 其实,生就是这样,本来可以一帆丰盛,却非要这样做,直到你失去了所有,才后悔莫及,明明有大牌的前职,却偏偏要混成被骂的渣男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